即使五眼联盟中国亦应区别对待。毛泽东说,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,首先要解决的当然也是这个问题。在决定谁的谁有的问题时,我们不能只看质的问题,还要看量的问题。 即使说,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好不好。就判断谁的谁有,更关键的是我们只能把少数人视作我们的敌人,而要视大多数人为我们的朋友。 若是我们把太多的人都视作是我们的敌人,那就等同自我孤立,形势必然会潮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。所以,我们在画线的时候,必须把大多数人都画到朋友的一边来。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,表现得很谨慎,任凭美国处处针对中国,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定性美国为自己的主要敌人,一有机会就向美国表达重修旧好的意愿。 然而,中国民间却有不少人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急于到处树敌。发展下去,只会陷中国政府于不宜。 个人认为,现时已没有条件修补与美方的关系,原因是中国不可能放弃复兴,而美国也不可能感受不到中国的威胁。 但中国可以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对待,亦可以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区别对待。 中国要针对的,只应是美国政府内少数反华的极右种族主义者。 我发觉,中国民间,极喜欢哪种敢于向别人挑战的感觉,认为这是中国已经挖起的最佳体现, 所以急不及待地以把五眼联盟英、美、加、奥、纽的非美成员,也一拼视作中国的敌人。 中国政府连美国都未正式当敌人,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把五眼的其他成员第一时间就推向美国那边。 五眼成员都是由安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英语国家,原先都是英国的殖民地,利益较为一致, 所以他们自二战开始就有交换情报的盟约,但他们都是独立国家,位处地球极不一样的地方, 都有极不一样的利益要照顾中国应该区别对待。 英国原是其他成员的宗主国,他并不甘心总是跟着别人走,有机会就想特立独行。 在二战后,他率先承认中国已保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。 可见英国不是没有争取机会的,至于加、澳、纽三国,都是自然资源丰富, 国内人口稀少的国家,而中国却是人口众多,经济发展极为快速的国家。 中国是这三国的自然资源最佳出口国。 只要中国不奢望可借商业利益去逼他们在政治上就范, 他们应该都落于与中国保持经济上的伙伴关系的。 美国这样针对中国,中国仍和美国做生意, 没有理由对加澳、纽纽采取比美国更苛刻的态度。 只要中国把政治考虑与经济交往分开处理, 中国是不难与五眼的其他成员国保持交往的。 中国人民没有必要这么快就是这些国家为敌对国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